金牌大間諜 我懂了 為了減肥吃減肥沾對不對 不是 我是在 增強免疫力 紅椒 芭樂 大蒜 對 這我以為驅魔 你這樣吃不怪嗎 不是 營養師不是都有說嗎 說什麼 每天要攝取三種水果 兩種蔬菜 像是這個紅色的紅椒 綠色的芭樂 還有這個白色的大蒜 這樣子 就可以增強免疫力 沒錯 我叫你去跟肩去調查 結果你給我增強免疫力 你有什麼問題嗎 不是 我就跟你說我在增加我的免疫力 你還給我壓力 你這樣會害我的免疫力下降 我知道你工作這樣會增加 免疫力會下降 愛生氣 怎麼了 愛生氣會讓你免疫力下降 來 跟我一起大笑三聲 哈哈哈哈 換個頭了 病菌會遠離你 真的嗎 這樣子 對 我如果跟你這樣做 不只病菌會遠離我 因為我身邊附近正常人都會遠離我 神經病 哈哈哈哈什麼 到底增強免疫力 有哪些更好的方法 怎麼樣做才不會有免疫力下降 失調的問題 其實這是我們現在每一個人 該關切的 免疫力 Oh my God 你生活在都是病毒的環境裡面 應該如何增強免疫力 今天是個非常重要的話題 一起來了解一下 走 在你的生活的周遭呢 一定會有兩種人 一種是活人 一種是死人 錯 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一種是似乎永遠跟生病不沾邊的 沒有關係的 而另外一種是三天兩頭就會生病的人 主要就是因為免疫力不同的緣故 免疫力的好壞可以影響到你的健康 你的生活習慣 則會影響到免疫力的好壞 小辣情報員 你的第一個情報是什麼 是的 因為我們剛剛一直在講說 增加免疫力對不對 其實免疫力對我們來講 就是像這個樣子 免疫力就等於你的戰鬥力 你只要免疫力夠強的話 就代表你越不容易生病是真的嗎 其實這個問題只說了一部分正確 不完全正確 只對了一半 對 以針對細菌來講 你免疫細菌 免疫作用可以把細菌殺死 當然越強越好 可是如果你過強的時候 當它錯判敵人是自己的身體的時候 把自己的身體當敵人去攻擊的話 那就完了 那就變 所以我們常聽到類風似性關節炎 紅斑性狼瘡 就是因為它免疫功能不好 它雖然很強 但是它誤判敵人是自己 自己身體的細胞攻擊 免疫系統的失衡會造成哪些健康的問題 皮膚科 如醫師 免疫力的部分 當它失衡的時候 才會造成一些疾病 不只是它的會不會很好壞 就像我們有些人 他可能體質就是 譬如像這樣 異微性皮膚炎 像我有一個患者的部分的話 他本身就是異微性皮膚炎患者 他有一次30歲的時候 過來看診的時候 是全身的部分紅東東的 會覺得他心跳非常快 已經合併的發燒 他說他關節的疼痛 已經氣喘吁吁 因為當然 因為他全身的地方的話 都已經到 因為這樣的情形 他的食慾變得很差 也沒有辦法正常的進食 所以就直接收住院 所造成的原因 其實他是一個理財專員 理財專員除了他的壓力很大 他晚上有時候還要看 國外的部分的股票 所以其實他的疾病 是不能夠熬夜的 可是他偏偏第一個壓力又大 第二個又常來說話熬夜 所以這個睡眠不足的狀況之下 的部分的話 就造成他的免疫力在失調 本來異微性皮膚炎 就是一個過度免疫 可能來說話過敏的部分 體質 當他免疫力失調的時候 造成這種過敏的反應變得更大 所以就變成說 攻擊他更多的部分的細胞 造成全身的部分的腫瘡 關節的部分腫瘡 發燒等等的部分問題 住院的時候的話 其實也沒什麼治療 就是來的時候的話 大大點滴 給予他一些的部分的 電解質的部分 然後就是多休息 病就好了 自己身體裡面也會誤殺 想不到吧 白雪球 小朋友也會有壓力 讓免疫力失衡 會發生什麼樣健康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門診 偶爾都會看到幾個 13 14歲的孩子 我們診所裡面有一個孩子 他本身先天性疾病叫做 有些是說我長大可能到50歲60歲之後 開始比較胖 然後去驗血糖 說血糖比較高 那個就不算是遺傳性的 可能跟飲食有關 跟環境有關 有些是遺傳的 可能差不多4歲5歲的時候 忽然之間肚子很痛 然後去檢查 然後發現他的血糖偏高 然後後來才發現那個叫遺傳型的 幼年型的糖尿病 其實本身有糖尿病的人 他的免疫系統 結果這個孩子 他那時候因為要考高中 所以他熬夜讀書壓力又很大 所以他有一次他在翻書的時候 他的手就被那個紙張輕輕的削了一下 他不以為意 結果呢 一直到考完室 他的傷口沒好 而且越來越腫越來越大 只是一張紙片 只是一張紙 畫破了 是 紙片也會有細菌 對 就是細菌感染 而且呢 剛剛好他先天的疾病叫做 幼年型糖尿病 本身傷口就比較不容易癒合 人家的傷口 可能嘴巴裡面的破洞 可能五天就好了 他偏偏就要 手上的傷口 一個小小的紙片割傷 那麼小的傷口 有些人根本沒感覺的 可是他偏偏就是 一個月 兩個月還沒好 我們只好用那個抗生素 讓他吃了個七天到十天 再慢慢看狀況 好 免疫力下降會讓 肺部的功能變差是怎麼回事 佳一哥 姚醫師 分享一個很有趣的個案 22歲的大四學生 他被家長帶來診所看病 為什麼 因為他在慶祝生日的時候 蛋糕上的蠟燭他吹不熄 我們聽他吹蠟燭 是很輕而易舉的事情嗎 有一種整人的蠟燭你知道嗎 那個不是 他自己覺得也很訝異 所以他就跟著家長一起來 結果我們就詳細問診 結果發現這個男生 他在年輕的時候 15歲以前 他曾經有 又曾經有過敏鼻炎 氣喘的發作 曾經 有時候後來都沒有 後來都沒有發作了 可是這次蠟燭吹不熄 我們就給他測一個肺功能 結果發現肺功能只有正常人的 趕快給他用一些抗過敏的噴劑 給他做測試 氣管擴張劑給他測試 他的肺功能就恢復到90% 這表示說他的氣道有狹窄 有在過敏發炎 就會引起肺功能下降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有什麼樣的免疫危害因素 我們分析起來 除了他的遺傳過敏體質以外 他主要是他熬夜 他晚上都不好好睡覺 都在那邊滑手機 玩電玩 然後呢 吃東西呢 就為了省錢 把家裡給的伙食費都省下來 只吃澱粉類的 只吃加工類的 吃麵條 不吃一些 足夠營養的蛋白質類的東西 有些麵條也一樣 對 所以他的主食就是素食麵 素食麵也要不得 素食麵也要不得 但是主 麵OK 所以後來經過我們這樣解釋以後 叫他生活行為要做改變 然後叫他營養要提升 然後再配合藥物階段性的治療 他就肺功能就恢復得很好 你們都很晚睡 超過兩點 對 超過兩點 超過兩點 一定 一定 我也會 超過兩點 講很不好的一個習慣 有一個問題我不懂 如果我是美國人的話怎麼辦 就是那個時間你接Lac了 對 就是那個時間你接Lac了 對 等一下 你說時差 你跟妳講笑話嗎 對 妳講笑話 如果是美國人的話 他如果不適應他那邊的生活 來台灣工作 他的作息跟台灣就會搭在一起 對 其實我超正常的 我每天都是 10點 我的天啊 10點睡覺 太多了 妳該走啦 真的 我還沒拿 真的啊 10點以前就好睡覺嗎 你們覺得自己的免疫力 有沒有失和 好不好 基本上發生哪些健康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 像我本身是有 我是差不多30歲的時候 是在開始有這個白化症 如果我發現就是像說 譬如說我壓力大 或者是說我睡不好的時候 或者是說我特別緊張的時候 我那個白化症會越來越明顯 會更明顯 白化症的話 就是我們平常所稱為的白斑 白斑 對 我常常跟客人說 黑斑的部分雖然不好治 可是你還有淡化的機率 白斑就真的很麻煩 因為白斑的部分 是在於那個地方的 黑色素母細胞不見了 它的確有時候 是跟自體免疫的部分有相關 有相關 它可能是因為 在它基因方面的部分的話 出現一段的部分的異常 小孩子會出現白化症比較少 通常都是到比較成年以後才開始 所以工作壓力的部分的話 或者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 會讓它變得更加厲害 當然如果有人大夜班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話 就記得自己要多吃一些 當令的部分的蔬果 其實我覺得這個還是蠻重要 你可以從一些營養部分去補充 另外睡眠的部分 沒事 完完大夜 回去就不要滑手機了 就趕快中式趕快處理完 趕快讓自己有一個充分的睡眠 把這個精力補回來 蔬果 水分 營養 睡眠 就這個不用講那麼多 八個子講了 蔬果 水分 營養 睡眠 妳有什麼免疫上的問題 我的免疫上問題其實都還好 但是我兒子蠻可怕的 應該一般小朋友大概三 四歲 應該都不大會感冒對不對 我兒子在上幼稚園的 在小班的那個階段好可怕 每天回來 因為他嘴巴破之後 不是 他破完之後他會自己癒合 大概兩個禮拜後 他癒合之後有沒有 過一下下他又繼續破 因為嘴巴破對小孩子來講 他本來就不會吃東西 就吃東西對他來講就會痛 所以他進食又越來越少 就這樣惡性循環 破完之後就感冒了 感冒之後又繼續破 所以他那一陣子就是在幼稚園 小班那一段就好消瘦好消瘦 他就是天生一直會過面 對 很快 他會過在舌尖 然後裡面 肉面都有 這個是免疫絲痕一個現象 因為這是一個明顯的發炎 尤其是黏膜的部分 黏膜免疫絲痕 對 他有沒有喝飲料 或是喜歡吃一些零食 零食會吃 零食裡面有很多加工的 甚至防腐劑像脊餓吸酸 吃了以後口腔潰瘍 胃潰瘍容易發生 大腸潰瘍也容易發生 就是這樣造成的 完全找到問題了 零食 快點告訴我們 有人現在還活著嗎 活著 他現在比較營養比較健康了吧 他幼稚園就那一段小班時間 過了之後 又開始不破了 他的本錢已經成長 已經成熟了 黏液力提升了 對 可以抗互這個壓力了 蔡小潔你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我會潮紅 我潮紅的時候是身體的體內在熱 但是我外在是很冰冷 就是你的體內在發燒 但是你外在是在流冷汗 我認真的去過皮膚科跟婦產科 問說我是不是提早性跟年輕 但他們都說真的沒有那麼早的案例 第二個是我晚上睡覺的時候 關節真的會痛到 你起來已經吃了兩顆到三顆止痛藥 你還會想說 因為真的會痛 我發誓真的痛到睡不著 真的好痛 我一想到那個痛 我到現在會雞皮疙瘩起來 真的好痛 它真的就是那種 整個腳會這樣子打 就真的太痛 你只能以痛制痛 我這兩個原因 其實就導致我整個人 就是都睡不好也吃不好 我也不知道到底我是免疫力太甚 免疫笨蛋 它去侵襲到我自己的身體 還是我是免疫力低落 因為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我去看醫生好了 但是醫生都說 你抽血報告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找不到原因 其實我回答一下剛剛允潔部分 謝謝 我覺得時間會告訴我們答案的 你剛剛說的 裡面很熱外面手腳冰冷 這其實很多女生都會遇到 可是當你告訴我說你的關節疼痛 而且疼痛到想敲垂打的時候 這個就不大對勁了 通常你關節疼痛如果只痛一個關節 我們會說你是不是去撞到 你是不是局部的發炎 但是如果你是多個關節影響的話 或許隨著時間進展 你要看看它是不是反覆出現 一臉裡面出現幾次 然後有沒有到底其他合併的症狀 嘴巴破 或者說很容易疲勞 很容易累 體重大量減輕掉頭髮 這些都要多注意 那現在可能找不出答案 可是如果就只有一次的關節疼痛 以後就沒有再發生了 那我想不要擔心 但是如果以後反覆發生 就是要隨著時間隨著進展去找 我跟我小孩都是過敏性體質 我們就是每天早上起來 就有濃濃的鼻音 那偏偏我前20年都是播早安新聞的 所以常常很抱歉就是 6點到7點就是鼻音很濃厚的 有的時候我們會玩那個打噴嚏比賽 我跟我兒子比賽 目前的最高紀錄是 連續打40個噴嚏不停止 好厲害 不斷鼓子玩自己的 新式是新式 兩個一起比賽嗎 有的十幾個有自己的 這個有很厲害嗎 很厲害 蔡允潔妳鼓掌幹什麼 妳是否很厲害 妳可以嗎 妳可以嗎 誰要 她就換一整盒麵紙 包了一桌子的餛飩 那就是過敏困擾我們家非常的久 可是我又聽一些醫生講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能夠循序漸進 讓孩子去慢慢用她的身體 去克服這些過敏源 比方說不能養貓 狗 因為怕那些毛屑 沒有 沒有 這個問題 我家就養了一小子 妳送那個正義的父親 他們說 沒有問題 後來我就養了天竹鼠 那還是一樣就是我們每天打噴嚏 那只是我要加強 天竹鼠的毛屑的處理 跟它的清潔 然後讓我的孩子去適應 然後跟這個過敏共存 妳覺得的確是因為寵物的關係 寵物是一個 然後當然天氣的變化 還有季節的交替 有的時候不只打噴嚏 我兒子過敏的情況很嚴重 他是到了季節一變化 他就會開始像發電爆 眼睛會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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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兩派說法 有些說寵物的確是個過敏源的來源 是 沒錯 可是剛剛上來那一對夫妻兩個 他們兩個同時講 我不是夫妻 我不切割 好 跟妳講 好 那對男女朋友他們說 對 羊寵物不會影響 可以做到不影響 可以做到不影響 實質上是有影響的 但是你環境處理得好 可以做到不影響 做法很簡單 因為我們會產生免疫失衡 有兩個因素 一個是外在環境的因素 一個是體內免疫功能的因素 你提升自己的免疫功能到健全平衡 然後把外在過敏源的因素降低 毒害的因素降低 這樣子的話 你就能夠應付這個外在的壓力 就不會產生過敏現象 自然狀況就好了 對 所以一消一長 就可以產生很好的保護作用 一消一長 我很喜歡聽這種 消長就長得挺身 對 就調節好了 好 可以用感冒來判斷 免疫力好壞嗎 好 怎麼才算是常常感冒的孩子呢 常常感冒 不能夠拿來定義你的孩子 免疫力不好 我們必須這樣講 一個孩子 一年感冒的次數 可以到六次到八次 一年 如果他上了幼稚園 團體生活 他一年感冒的次數 可以到九次到十二次 對 次數很多 很多人都會說 沒有啦 陳醫師你算一算 我這兩個月來看你的次數 就超過了十二次了 我都告訴他說 不好意思 不算 因為你可能一次的感冒 就去看病三次 對 一開始發燒 後來變成咳嗽 後來變成流鼻水 對 所以這樣子還是算一次的感冒 所以各位 千萬不要覺得你的孩子 常感冒就是免疫力不好 實際上整個大環境裡面 孩子在訓練免疫軍隊 任何一個新的病毒進來 他就要重新訓練軍隊跟他打仗 所以一年裡面六次到八次都是正常 合理的 講到大人 大人一年感冒大概 這麼少 差不多 差不多 真的 各位如果說 陳醫師我一年裡面感冒了八次到九次 這其實真的不對 或許你就應該去探討 剛剛你說的你是不是睡眠不足 壓力太大 一年兩次到三次 幾乎是一個月兩次到三次 你看 因為我現在以為感冒的部分 其實它是一些過敏性鼻炎 或是肢脊管的部分比較敏感 只是個感冒現象 需要打分第四十次 一下子打分 對啊 然後我也沒有去看醫生 我也沒有浪費國家資源 那不是感冒 那不是感冒 對不對 婚相提病 對 看來熬夜跟睡眠不足 是導致免疫力失衡的主要原因 免疫力失衡也會造成 或者顏面神經麻痺 聽我們 這麼嚴重 來 營養師 這個案件是這樣 他一開始來求診是 要解決他五年都懷不了孕 後來我稍微了解一下他的 生活作息 然後他說他以前的工作就是 每天大概是12點才下班 所以他睡覺正常的時間是 上床 那通常可能摸一摸大概五點 才會躺上床睡覺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 他那份工作好像做了八年 然後他發現他到第三年的時候 他開始有一個問題 就是很容易 密尿道感染 所以就是他的問題是 他感冒的半年都沒有好 然後導致就是他的 密尿道一直發炎 還有其實他嚴重到就是 然後導致他補孕 然後他為什麼會 會轉介到營養的這個尋求 是因為就是 醫生跟他說他長時間營養不良 後來他就把他的那個 血液生化報給我看 我看了之後我嚇一跳 我第一次看到血液生化紙 他裡面有十項大概有 七八項都是紅字 非常不健康 所以可以判斷說 他其實是長時間營養不良造成 再加上就是因為他熬夜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整個免疫力 其實是失衡的 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可是你們全場都不能笑我 不會吧 還有誰會笑妳 真的不能笑 我這麼胖 可是我營養失調 我營養不夠 我算是一個 很多是這樣子 很多人以為不胖 對 但是他剛剛講的 完全中我的心頭裡 一般人都說 女生可能婦科長期發炎 是因為可能生活太過於滿足 可是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滿足 不是 沒有幸福 我已經 我想妳是不是分享得太多 很開心 已經很久沒有了 所以其實照理說我的發炎 不可能跟這個有關係 就沒有開機 對 然後我很長期的在發炎 然後剛妳講的問題 我都反覆的在發生 好 妳現在整個狀態要稍微改變一下 要不然妳這些免疫力 會一直不斷的表現在任何的環節裡面 對 因為它這個問題 其實是很多人的問題 就是很多女性 會有這個反覆發炎的症狀 其實她可能忽略了 她本身的免疫力 可能是有問題的 再加上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已經這麼胖了 我怎麼可能會營養不良 其實在營養學的角度 其實應該是說 很多人吃的身體過多 可能是過多的熱量 我聽懂了 對 然後妳該有的一些營養素 沒有補充到 所以會造成妳身體的一些機能 出問題 或者是代謝力降低 才會導致妳變胖 我的失衡是 其實我大部分蔬菜水果我都吃 而且我不挑食 營養品我也都吃 但我的身體出現了一個問題是 吃東西其實我不吃零食 我都是正餐 而且我蔬菜水果 基本上一定會倒標 因為我非常喜歡吃蔬菜水果 水分我也有喝到 所以我自己有去鑑定自己說 我都有做到 為什麼還會不夠 妳吃的時間可能不正確 妳早餐晚餐有在8點以前吃完嗎 當然沒有 那就不對 這樣子 吸收營養利用最好的時間不對 有沒有可能 說每個人的第一餐是早上10點 她的生活做已經沒了 她第一餐是10點 她的中餐是下午4點 有可能 然後晚餐是8點 我就有人是這樣子打 對 有人是這樣子 那這樣可以嗎 如果打成一個代謝就 免疫力一下降 養生也難倒 病毒侵犯 然後她又很愛運動 所以她很養生 可是有一天呢 她拿到她的健康檢查報告 結果發現是 後來我們分析 她有兩大原因 有時候工作是好業 第二個 她的游泳環境是 第一點要特別提出 金牌大間諜 早晚餐8點 有人是這樣子打 對 有人是這樣子 那這樣可以嗎 如果打成一個代謝 吸收會打成 這樣還是不行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規律 也是不行的 同一種營養 你如果吃的時間不對 吃的方式太快吃 吃的沒有細嚼慢驗 它吸收率也不同 那這個是現在的人 大部分的習慣 所以飲食習慣裡面 很重要的就是 規則 定時定量 不要急躁 剛剛提到免疫力 適合或免疫力不良 對不對 免疫力不夠 還會造成 顏面神經麻痺 對 為什麼 金正哥 其實我要呼應一下凱晨 他之前有說 他一個月要感冒好幾次 其實這跟我在臨床上 遇到的一個年輕人很像 症狀非常的像 只有年紀不像 他是一個20歲的那個大年紀 年紀不像 其實我也唱 你一定要補這一句 他其實在準備考試的時候 給自己過多的壓力 他其實每次到 要大考的前夕 那一個月他一定是 反反覆覆的病毒感染 他不是呼吸道的症狀 他就是一些腸胃道的症狀 直到有一次 他在一個很關鍵的大考前 他出現了臉歪嘴邪的症狀 爸爸看到就很緊張 完蛋了 我兒子怎麼那麼年輕就中風了 一般看到臉歪嘴邪 都覺得那是一個中風的症狀 所以就趕快把他帶來急診室 我們一看 原來他是一個神經 顏面神經麻痹的那個情形 其實他反反覆覆的一個病毒感染 其實就是 會造成我們顏面神經 也會受到影響 那就造成臉部不對的症 就需要去投藥 未來還有一些機會 會留下一些後遺症這樣子 所以其實當你 在常常反覆的病毒感染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要反思了 你是不是生活壓力太大 或者是你現在的這個工作 還適不適合你 像我自己是急診室醫師 我們跟一般的醫師 晚上值班是不一樣的 我們晚上是要全身灌注醒著 因為病人是隨時都會進來 讓我們看著 所以只要我每當連續的夜班 到最後幾天的時候 我都會發現 人可能會微微的發燒 一些呼吸道的症狀 就會慢慢出現 可是當我下了夜班 好好休息幾天之後 這症狀又會慢慢改善 所以我也常常會反思自己 就是我們醫生真的是 把健康奉獻給別人的一群人 然後一般聽到這個時候 都會給醫生一些鼓勵 要掌聲 好專業 你是不是很想主持節目 沒有 沒有 所以其實重點是 對於一個優國優名的 節目主持人來說 能夠主持到這樣的節目 其實我對講是個功德意見 同時銜接了很多人的問題 跟一個善知識 跟正面的能量 對不對 我在去年2017年的年中 到年底那段時間 工作壓力跟整個工作狀態 非常的滿 當時我發現了很大的問題 很可怕 我會 所以常常咬到舌頭 吃東西 你是太餓了嗎 你們連舌頭都要吃呢 他不會收 他收不好 他就跟食物在一塊 我就一起一起咬了 所以常常 不是只有左邊破右邊破的 這是壓力造成的嗎 咀嚼失痕 對 咀嚼失痕 這是神經衰弱 所造成的那個協調性不好 神經衰弱 沒辦法控制 跟我熬夜生活做的 壓力大都有辦法 電池沒電了 還好我主持到這個節目 後來整個 就再也不會咬到了 吐到酒就是這一次 太棒了 太棒了 對於一個我右迷的節目 我覺得 當然你的免疫力失痕 嚴重的會導致癌症的發生 這個免疫失痕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疾病 叫做癌症 大家都很怕對不對 那其實癌症的發生 就代表你的免疫功能 已經衰退到 防線的平衡點以下 才會讓癌細胞有機可乘 我分享一個案例 它很有趣 他是一個50歲左右的電腦工程師 他非常養生 他所有的食物 噴飲方式 沒有煎炸烤烘焙 全部都是蒸煮 然後都吃非常均衡的營養 他又很愛運動 所以他很養生 可是有一天 他拿到他的健康檢查報告 其中有一項叫大腸鏡檢查 大腸鏡檢查就發現有息肉 息肉去做病理切片 結果發現是出奇的大腸癌 他非常下渴 他說 下渴 很下渴 對 非常下渴 他不能接受 因為他覺得說 他投入很多精力在做養生 他一個禮拜運動7天 其中有5天在游泳 這麼健康 真的太下渴 太下渴 後來我們分析他有兩大原因 免疫失衡的弱點他沒有去管理 因為他有時候工作是熬夜的 所以晚上該休息的時候沒有充電 熬夜這麼嚴重 對 第二個 他的游泳的環境是室內游泳池 這一點要特別提出來 室內 他每次游泳一個小時 那個室內游泳池的漂白水裡面 含著濾 濾 是在空氣中 15秒鐘就可以進到人體 15秒 從口腔跟肛門的吸收率更高 所以環境因素跟行為因素 是決定我們兩大 免疫傷害的來源 但是它是開放空間可以嗎 可以 所以浴室的通風非常重要 我們的自來水裡面就有加入 真的喔 所以有人冬天為什麼說 特別強調它的通風效果 冬天洗得特別熱 這個水蒸氣 聽說裡面含有的濾的成分是非常高的 那個濾氣含著熱度 它一直不斷的揮發 所以如果它通風不好的話 我這樣說可以糾正我 對 就可以有高濃度的濾進到體內 是不是這樣子 我想問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除了游泳池 還有我們洗澡的部分的襪 還有什麼東西會比較有濾 還有一個就是 像我們用電鍋對不對 在蒸的時候 蒸東西 就不要用自來水去加那個外鍋的水 一定要用開水 煮過的開水去煮 才不會把濾氣也吃下肚 聽到沒有 一杯 兩杯的水是蒸30分鐘 一杯就是30分鐘 對 然後接了就往裡面倒了 對 就是不OK的 要用過濾的水 好不好 學到了吧 學到了 應該要知道 這應該是基本上 大家有一點掌聲 好厲害喔 這個一直到這都去嗎 人品的免疫力試痕 還會嚴重導致癌症發生 還出現了其他的感染復發的症狀 到底有多可怕 我接下來再舉這個例子 不會這麼shock 因為很好理解 我們人在免疫力不好的時候 或是因為你疾病的關係 導致你免疫下降 會讓你之前得過的疾病 有復發的可能性 像我遇過一個他有糖尿病 本身腎功能 開始變得不好的一個爺爺 他其實因為尿毒的關係 所以他胃口非常的不好 所以他有一陣子其實在飲食上 他一直沒有辦法很均衡的飲食 又非常的挑食這樣 所以他短時間內就瘦了非常的多 他持續慢性咳嗽咳了六個月 後來人開始會有點喘 送來急診室 一檢查才發現 原來他在好幾年也曾經得過 不同部位長炮疹 原來這麼嚴重 他其實在他那個 就是長的帶狀炮疹 媽媽突然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發現那個女孩子的臀部也有 當時就幫他抽了一個血做檢查 才發現 他那個血球整個是異常 他 然後 所以他短時間內就瘦了非常的多 那他持續慢性咳嗽咳了六個月 後來人開始會有點喘 送來急診室 一檢查才發現 原來他在好幾年也曾經得過 那時候也經過完整的治療 之後想說是痊癒了 那沒想到後來還因為疾病的復發 而且他已經在家裡咳了六個月 他周遭的家人 生活在一起的家人 其實也都曝露在這樣子的環境下 後來才發現 之後去做一些檢查 他是一個肺結核又再復發 和之前同樣的感染又再復發 所以其實當你在營養沒有顧好的時候 或者是在你免疫力下降的時候 其實你原本得過 你以為痊癒的疾病 也有可能會有復發的可能性 對 今天整集聊天就是免疫力 維持免疫力的平衡 而不至於失衡 對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接下來還有什麼情報 是 現在這個情報呢 我相信大家都會耳聞過一個傳聞 就是呢 如果你平常不生病 從來都不生病 但是一不小心你重病了 生了病就會變成很嚴重的病 就是這個 所以呢 我們平常如果生一點小病 就可以訓練我們的免疫力大病 他就不會來 是這樣嗎 家中養貓養狗呢 可以增加孩子的 對於過敏反應的耐受性 聽說是這樣 先就寵物這個部分 來做補充 好不好 兩一子 關於這個寵物部分 這個真的是 是會有影響的 我曾經碰過一個 二十幾歲的 出頭的一個小姐 那來的全身這個 就紅疹非常嚴重 那一看就像是過敏 那就趕快驗一下 那你知道現在這個驗 可以驗出一長條來 各種常見的 什麼包括草 灰塵 塵蟎 結果他是 貓毛過敏 我就趕快問說為什麼 因為他很喜歡養貓 他一個人養了大概八隻貓 我們就說 你這個是反覆的接觸 所以造成這個 免疫是失衡的問題 一個是內在 一個是外在的 這個是很明顯的外在的 所以解決辦法其實也很簡單 結果他說不行 他寧願過敏 他要養貓 所以這種情況就只好 只好靠吃藥 對 用藥強力來壓制 可是你知道 藥都是一些化學的東西 這個吃久了 會不會有新的問題在出現 這個就不敢講 但是因為這是他的選擇 當免疫適合的時候 有時候要反過來想想 是不是自己也有一些潛在的危機 剛剛說外在的適合 又內在的適合 對不對 其實這次我遇到了一個 二十幾歲的女孩子 交給我的 幫我上了一堂課 其實我們在急診場 會遇到一些急診 尤其是帶狀暴診 他這個女孩子來的時候 他其實在他的那個 卓乳房下緣 就是長了帶狀暴診 那時候幫他診室的時候 其實當時那個 當然我們看到 疹子的型態就能夠診斷了 我們說他 像是玫瑰花瓣上面的露燭 他就是水泡下面 會有一個紅色的 底在你的那個外觀上 那看了之後就診斷 診斷的時候 好好跟 妹妹做了衛教之後 媽媽忽然問了一個問題 就說 聽說那個帶狀暴診 圍一圈 忍是不是會死掉這樣子 我也稍微跟他解釋一下 因為他當然就是會對稱 對稱他通常都是一邊 某個神經節長出來 那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他說 他發現那個 因為我就發現很奇怪 我們一般在女裝上看到 大部分都是在單一神經節出現而已 結果那個女孩子 一看她的那個對側的臀部 也出現帶狀暴診的那個氣息 那時候我才想不對 再仔細去問 才發現這個女生 她其實在這一兩個月都 常常會微燒 這裡會不會發燒 有時候偶爾會到汗這樣子 那當時就幫他抽了一個血做檢查 才發現 他的那個血球整個是異常 他有血癌 血癌 對 二十幾歲而已 所以才發現說其實 他是本身 血球有問題 導致他的免疫 完全沒有辦法對抗這些病毒 而且非常年輕 所以其實當你 如果出現這些免疫力下降 才會出現病症的時候 有時候你要反思 你撇除你一些生活的壓力 或者是一些生活的 工作的那個緊張以外 你可能自身的疾病 可能你要去思考 所以在這裡 真的是 她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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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陪診團有什麼方法 你們自己認為的好不好 我們就說了大家一起來 聯合會診一下 妳用什麼方式 來維持自己免疫力的平衡 像我自己之前小朋友免疫失衡 那時候就網路上有傳聞 就是說你可以把洋蔥 放在電鍋裡面去蒸 讓他洋蔥水溢出來 喝洋蔥水 但是我跟你講 這小朋友絕對不敢喝 因為他的味道真的 對 就對小朋友來講是失效 可是有些 那個整個洋蔥是不加鹽 不加糖什麼都不一樣 這樣對小朋友來講 洋蔥很甜的 可是我兒子好不敢喝 所以他就 所以我那時候一陣子 我就讓他 就如果撲到底是不是 妳會做點菜吧 我會做菜 妳用洋蔥炒蛋 讓他先培養對洋蔥的好感 對 洋蔥炒蛋非常好吃 炒過以後才會甜 順文切絲 對 然後他把它切小丁 然後他會拿出來說媽媽洋蔥 沒有 切小丁 長條的 它散播在整個的蛋裡面 洋蔥 還有時候洋蔥放在床頭 那是之前有一陣子煞子有沒有 洋蔥放床頭可以增 可以消耗嗎 可以增加睡眠的所有的 睡眠品質 它會散發那個什麼 它什麼物質 有沒有這說法 就是洋蔥掛在床頭的時候 一方面也可以屈蚊 屈蚊 蚊子趕走 因為蚊子的部分不太喜歡洋蔥肉 所以蚊子也會比較少 可能也比較不會咬寶寶 它就會睡得比較好 有可能 所以妳的寶寶旁邊有掛這個 還真的蚊子很多 是我們曾經放過的 真的比較不會去咬它 可以回家嘗嘗一下 搞不好真的有幫助 對不對 好了 妳 我會吃很多就是營養食品 就只要大家跟我說 像比如說我剛剛說洋蔥 我今天晚上就會試看看 運動就是 運動 是在充滿了消毒藥水的環境裡面 因為我很喜歡那個味道 但我現在 我現在會改進 因為沒錯 媽媽就是 弄那個漂白水 用那個廁所 用一些髒的地方 我就會特別一直進去 我覺得好香 我可能會進到裡面吹頭髮 因為那味道會更濃厚 再做做運動 想要這樣比較健康 但我現在開始不會了 我們要珍惜跟他相處吃 來 鄭凱誠 像我一個人是在台灣的 我三餐就比較不定食 我通常會在睡之前 我會喝一杯牛奶 然後平常就會補充這個綜合維他命 維他命 維他命B群 維他命C 男生就會再加一顆心 對 你睡前那杯牛奶是為了抵免疫力 還是為了好睡 不是 就是想說 可能今天的就是營養不均衡 然後喝杯牛奶來讓 就覺得營養均衡了 你就覺得那是一種補充營養的東西 對 因為我們有在健身嘛 所以因為它蛋白質也多 是有這樣子的心態 就想說好打也補一下這樣子 如果來說的話 只是為了營養補充 去補充牛奶的部分 不見得完全是正確 如果你有 腸不耐收症的部分 或者說反而會造成一些 腸胃的部分 在晚上的時候一直滾 反而更不舒服 對 如果有糖不耐的話 那整個死在滾知道嗎 對 死在滾很可怕 比血在燒還可怕 死在滾 起床喝杯水 冰的 溫的 差很大 一般人對於我們最常的體溫 都在35度到38度之間 對 如果妳覺得冰水下去 我們早上想要先喝一杯水 這件事情 對美女有什麼幫助 因為我們的體溫 稍微上升一點的時候 所以比較喝冰的 所以比較喝冰的 金牌大間諜 死在滾很可怕 比血在燒還可怕 死在滾 塞在滾 來 佩珊姐 上廁所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所以在我們家 我都會要求孩子們每天上學 我要送他們出門之前 都要先到馬桶去蹲一蹲 因為我覺得腸胃好 整個人從頭到腳就會好 另外就是說 我很重視給家人補充益生菌 前一段時間呢 我就是認識了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它有 兩種國家級的認證 也就是兩個小綠人的標準 為什麼強調小綠人很重要 因為這就是經過國家認證 最高品質的要求 另外這個益生菌 我覺得對我們自己的身體很好 主要是因為它有兩種菌 這個菌是針對我們台灣人的體質 去研發的 有拿到專利的 而且對於剛才我們講到 那些過敏性的問題 都有輔助改善的功能 對於腸胃也能夠調整整腸健胃 所以我覺得雙效合一 因此我自己試到現在 已經吃了七八個月 家人的接受度也都非常的高 益生菌就我順便了解 吃三個月就知道 差不多 三個月就會有感覺 會對身體產生非常明顯的改變 結果我就發現 吃了三個月以後 我兒子那個過敏 扎眼睛的狀況 還有我們每天比賽打噴嚏的狀況 都有明顯的改善 而且我還會教孩子 你要去觀察你餓餓的形狀 必須要是條狀的 不可以是膝的 也不可以像羊屎一顆一顆這麼的硬 另外還有 便便一定要是能夠 在水中輔浮載成 這才表示你的纖維吃得夠 如果你的便便是黏在馬桶上沾黏 那也不是一個很好的健康狀態 浮起來的呢 浮起來也不錯 纖維夠 有認證兩個小綠人的 他是活菌 他在我們的大腸 小腸 都產生 一般的死菌只是局部改善腸胃症狀 活菌是要經過我們的 胃酸 膽炎 這種種的消化液 還能夠存活在我們的大小腸 不容易 你知道那是強酸強減 其實腸道是我們身體 非常重要的免疫器官 我們利用好的益生菌 達到菌態平衡 不但能夠讓腸道症狀緩解 而且可以讓我們身體得到 很好的免疫調節 就不容易發生過敏 或發炎這些反應 因為它是活菌 你知道它的運送方式 也非常不一樣 我以前打電話 訂其他品牌的益生菌 就是送來 我就簽收就好了 但是這家呢 他要打電話跟我預約時間 要確認我幾點在家 他才願意幫我送 為什麼 因為他送來的時候是冷藏的 整個全程是冷藏 我拿到的都是冰冰的 拿到了以後 就要直接放在冰箱 為什麼要這麼麻煩 原來是因為活菌 就是剛才醫生講的 你活菌就需要放在冰箱 它才能夠保持它的那個活效 來 蔡允潔 因為像剛剛這個東西 就是生點小病 可以訓練免疫力 我覺得對我而言最好的幫助就是 因為生點小病 我會一直去看醫生 所以我覺得積極就醫 對我來講 就是對免疫力最好的幫助 這是什麼因為所以呢 不是 因為像我的話 這個東西用在我身上完全不能用 因為我是一直小病找不到原因 所以我很怕將來就變大病 所以我只能一直去找醫生 請醫生救救我 或者是說我常看貴節目 或是貴節目常發我來 那我就可以看 那我健康知識 好恐怖 有沒有多吃一點乳酸菌 有啦 我先請妳試吃 謝謝 先請大家試吃看看 直接吃看看 增加 它主動增加腸道的好菌 就能夠調節免疫力 對 而且很容易吃 你知道很多人擔心就是 益生菌會不會吃了以後呢 會增加熱量太多 一整包吃完只有 6.7卡 所以其實熱量吃不高的 吃了以後呢 大家可以嚐嚐那個口感 是 像那個乳酸菌有沒有 多多的口感 然後它會慢慢慢慢溶解在嘴巴裡 像糖果 然後又像軟糖 對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買一些補充劑 最怕就是你花了大錢 孩子不願意吃 他就說會有一種怪味道 像韋汝你看煮洋蔥水 那麼的辛苦 然後耗費了媽媽的努力 所以我覺得孩子的接受度 是很重要 一包就夠了嗎 一天一包就夠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在 空腹的時候 尤其是早上的時候吃 空腹 空腹的時候吃 它的吸收是最快的 可以加強它的活性 其實益生菌 就是它希望能夠 著落在我們的腸炎膜 產生持續性的效果 所以在它著落菌以後 盡量不要有食物進來干擾 所以我們會選擇空腹的時間 然後益生菌作用都著落好了 你再吃食物 大概多久 至少差不多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我們早上喜歡 先喝一杯水這件事情 對免疫有什麼幫助 溫水是有一點幫助 因為我們的體溫 稍微上升一點的時候 免疫功能會提升一點 所以不要喝冰的 對 一早起來喜歡喝冰的 喝冰的那就不好 有一位這個舉重的 國家金牌選手說 他們的教練講冰等於毒 所以我想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一般人對於我們 正常的體溫都在35度到38度之間 對 如果說你的冰水下去 冰水都在10度以下 那你的身體要花多少時間 把它的溫度提升到跟我們一樣 所以對很傷你的內臟 你的五臟六腑是很容易被受到影響 對 這部分還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 我在這邊還是要強調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有一個 很好的免疫力 其實有幾些基本功還是要做 從去年到今年 都是流感盛行的時候 那在網路上有流傳說 多喝水能夠預防流感 我們知道水分確實能夠讓我們的 黏膜維持它的健康 能夠對於這些病毒的入侵有所預防 不過在流感流行的時候 通常會有大量的流感病毒 這種一般的這種情況下 我們並沒有辦法阻擋病毒的入侵 要預防流感 除了我們個人的衛生習慣 要注意要常洗手 對於補充營養以及適當的運動 確實對我們有很好的幫忙 我在這邊要特別提醒一點 對於流感疫苗的注射 可能是給我們另外最大的幫助 如果你想要有一個很好的免疫力 其實有幾些基本功還是要做 就是從飲食 你的運動 睡眠還有壓力的調節 然後在飲食上面 很多人會吃很多的維他命來補充 但是其實在補充維他命之前 你一定要先確保你的六大營養素是均衡的 六大營養素是哪六大 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 紫質 維生素 礦物質還有水 其實這六種東西是維持我們身體 機能最基本的營養跟能量的來源 那在這些基礎都是均衡的情況之下 在額外補充一些可能日常飲食 補充不足的 這樣子的效果才會好 你不能把額外的補充品當作是你主要的能量 或者是營養素來源 這樣就有點本末導致 那如何提升你的免疫力 其實有一些食物可以多吃 就是像一些顏色比較豐富的蔬菜跟水果 它裡面很多的這種質化素 是可以提升人體的抗氧化的能力 另外還有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大蒜 洋蔥等等 這一類香辛料的東西其實是具有提升免疫力 因為它裡面的這個Celemia就是C 它還有一個成分礦物質叫做C 這個C的成分就會提升我們人的一個免疫力 所以這一類的東西其實是可以多吃的 所以剛剛你那一串大蒜 我們等一下一人發一顆吧 是簡單一點 養生的必須講究中風之道 凡事過而不及都不好 放輕鬆 加上你一點吃對的食物 加上你一點改善生活的小小的作息 每天做一點小小的改變 不會讓一些不良的習慣 成為偷走你免疫力的小偷 這樣子你就不會因為一些小事情之後 就下課 OK 所以我們今天懂了免疫力之後 我們就可以下課 對 謝謝 每個禮拜的禮拜 我還要提到時間 在蹲林動物台上的牛頻道 請收看我們的金牌大間諜 我們祝你健康 下次再見 白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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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送iti